周老师对他老后生活 已经是有很好的安排了 对 因为我觉得 人无眼力必有尽忧 所以我常常就是 因为我会觉得说 不想给小孩子造成太大的困扰 因为我一直以来 妈妈失智已经十几年了 都是我们这样子一直在照顾 所以我知道说 照顾一个失智的人的辛苦 因为我们毕竟 还有三个姐妹 大家一起轮流 大家还有甚至小孩子 都会来帮忙 所以说大家会 就是不管在经济 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一起 是三个姐妹 那我现在 就是你没兄弟子 没兄弟子 对 应该讲是没有 亲的是没 好 那现在就是 我如果说我儿子女儿 女儿当然嫁出去 我们的以前的观念 嫁出去就是白人 我也不会把他 把他搜刮进来 说他一定要来娶我 这个就是 那现在就是剩一个儿子 好了 一个儿子来讲的话 以后如果万一我失智的话 他的辛苦度一定更大 因为他毕竟不见得 会像我这么有能力 那我们就这样子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老后的 那个规划是这样子 第一点我跟他讲 因为现在就是我自己 名下的存一间房子 也是我的名字 万一我老公比我先走 当然我会帮他安排的很好 如果万一我老公比我后走 我先走 因为我的房子一半是他的 他也不用担心 因为那个房子 他就可以自己去 他就可以有那些钱去安排 他自己的老后 那我个人的老后 他至少有壳 对对对 那我的老后是这样子 我已经跟我儿子交代 其实我没有跟我媳妇讲 但今天播出 可能媳妇就知道了 因为第一点 今天是重大宣誓 如果万一我痴呆 因为痴呆听说是会有一点遗传 我不知道 那如果万一我痴呆 我跟我儿子讲 我只要痴呆 我只要不认得你的时候 你就把我送到安养院 房子怎么处理是你的事 你把我送到那里 可是那个痴呆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只要我不认得他 刚开始 我所谓不认得 会一下子不认得 可是一下就回来就认得 对我就是 我现在就跟我儿子讲说 只要我不认得你的时候 就判断是我痴呆 因为痴呆 他好像要去给医生看 医生有那个量表 那只要我那个量表 大到一个程度 你就把我送到那里去 那房子的痴情 我的所有的财产 你们怎么处理 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就是这样 反正我在那边活多久 你就给我活多久 那如果万一我不是痴呆 我只是生病 好 那这个房子就我要处理了 因为我那个脑筋 我知道怎么处理 那我那个时候可能 我就把房子卖掉 我可能就是租一个小房子 我请一个外劳 自己跟外劳这样子生活 那这些钱就是我以后要 养老用 养老用的 那如果万一我真的活那么久 那到时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那个就不知道 这就是我的规划之外的 因为万一我要活20年或30年 当我那个钱用完了 那我怎么办 那个就不是我的规划 因为那个可能就是 我们小孩比较难 你拐拐挠回去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的规划就是这样子 那你有放弃急救的声明吗 有我放弃急救 所有的不就是一些不必要的急救 因为我在我爸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爸那个时候瘦到30几公斤的时候 我也跟那个医院讲 我只要他打强行针 其他的急救都不能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他压断了 那个白亚骨都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 那你的后世有什么形式 因为我的后世 其实我是比较在 我不喜欢海藏 怎么讲 因为海藏是 担在水我怕水 所以我是要树藏 为什么我要选择树藏 因为我不喜欢 我自己是一个一个小孩 带在那个小房间 放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 不要用索白 对 所以我不喜欢在那个小房间里 我是要在那个 但是有很多同意跟我讲 不行啦 那个叫浑水魂灰魂魄散 因为我个人觉得 因为每个人的选择 因为那个所谓的魂灰魄散是 你想要去保护 所以是逼由你的下一代 那我现在跟小孩子讲说 我给你们的 我都给你们的 所以医疗你不要 寄望我来保佑你们 所以我没要保护你们 所以那个是我的事情 我一定要自己带在那个 就是那个树杖 那我的儿子说 不行这样子 因为他会被笑 我说那个以后我会写 遗书写那些 告诉所有的人说 我就是这样子 那今天开始我不用写了 因为我已经宣告了 以后就播新舞啊 挖掉了 以后就拿这一段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跟人家讲说 遗嘱的效力还是不够成 还是要手写 才有遗嘱的效力 好 那我还是要学一下 不要自己写 那你希望 挖到几岁 我个人设定八十岁嘛 八十算很年轻 对 八十哪有算年轻 平均寿命稍微低一点 对 我个人设定 比男女性的平均寿命稍微短一点 因为八十 对 八十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超过八十了 女生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女生 包含的不错 基本上都是可以到九字头 八十差不多 八十 那老师你几岁 我七十啊 七十了 对 所以只剩十年 不一定啊 所以还更早 好好的活 这十年可以活得很灿烂 有什么关系呢 不好意思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直在催稿 会笑的吗 很多人一直在催稿 不好有一天不能一起催稿 催稿 我是个人设定八十岁啦 但是问题 跟我一样 有时候是一厢情愿 对啦一厢情愿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好好保养 说不定没有到八十岁也不一定 有时候也不是保养的问题 我跟出去的时候 诶 忽然中间 别人要安装给你弄掉 你也不知道 没到八十岁也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豁达 我是个人是觉得很豁达 因为活得太久 如果说你真的有病痛 它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请教马律师 这样的财产是这样是对的 我觉得啊 当然你明天下没有财产 没什么好分的 就自己处理自己的 现在比较多的家长 为了照顾小孩 就想要生钱就把财产移给小孩 我觉得这点是有点不太聪明 因为我们遇到的案例很多都是 可能好都不会来我这边啦 遇到是出问题的嘛 那个爸爸还在 就唯一的一间房子就开始冲存欲动了 因为小孩子如果不成财 你给他再多 不是把你拜光光 只是早晚问题而已 所以我会建议老人家在分配财产的时候呢 你留给自己名下的一定要有 不可以连自己的那个壳 都还是女儿的名下 因为到时候不知道他们拜的程度如何 有一天真的来赶你你就辛苦了 而且各位要有一个观念是 大家常常说 哎我留在爸爸 女儿就会劝爸妈 老弟的名下 遗产所以就当了 我说哦 缴一点保护费给政府 可以保障你长久 长期以来 以后呢不会被女儿威胁 儿子威胁的说 爸 这件事我买掉了 因为我做生意失败了 你去搬出去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为自己想一下 就是那唯一的一间房子 缴没多少钱啊 不用担心啦 你也不要中女儿的计啦 你儿子女儿继续公布什么 磕税金很重啊 快没买掉 不过我的名字怎么办 不用担心好不好 政府磕税 缴一点保护费 安养贴年是很棒的